莉莉斯助理,莉莉斯问,白羊座,自带好运Buff。 你是不是从来没有看到过白羊座很苦闹的样子,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自己没心没肺,还是因为他们自身携带好运Buff,很多时候总会是能够在最后关头得到想要的东西。 这种光环是二月白羊头上依然有哦,射手座,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,射手座的人积极乐观,不管发生什么样的糟心事,总能够看到数好的一面,尽管会发生一些不如意的事情。 但是射手总有办法,将自己开心起来,他们爱笑,爱生活,其实在这情依默化当中,很多好运气就会围绕在他们的周围。 最重要的是在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,他们还会迎来一个好运高峰沫。 储女座,一法崩顺,储女座给人的那种洁癖,完美主义的印象已经无法扭转了,洁癖代表他们很爱干净,完美主义代表他们对待一切都比较认证负责。 正是因为这样他们遇到的机遇也越多,特别是最后一个月,会迎来整年中运气最好的阶段,所以才会说储女座一般丰盛了。 狮子座,贵人相助,艳心勃勃的狮子座,在年底会很想要最好做到满分,以便于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复,再加上爱面子的狮子,肯定也不会想让人家看低自己,所以他们会去钻研正确有效的方法。 再加上他们强大的气场,果断的办事态度,会得到很多人的赏识,所以会得到贵人的相助,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。 毕竟他们自己也有在努力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